第247节 云叶笑着接过茶水 就着壶吸了一口 而后呢 把茶壶放在桌子上 问取桌 你不是在唐宫那里研究学问 为何会跑到我这里来呀 先生三日前 就命我在此守候 缘何不承认了呀 三日前送别之时 学生兼备上的三巴掌 如果还说明不了问题 小子就无话可说了 我那三巴掌 只是勉励你好好进学 勿要胡思乱想 做人诚实一点还是好的 哪来这些奇奇怪怪的小心思呀 先生 休要哄我 小子一个奴隶出身 蒙先生不气 剪拔于数人之间 无以为报 引遂思源之心尚有 只要先生下令 随刀山祸海 我也不怕 云叶把贵符在地上的取桌 拉起来 笑着说 书院从不识人以恩 再协制以恩 所以所作所为 都可以站在蓝天白云下 任人检阅 你是一个聪明的学生 说的没错 那三巴掌啊 就是给你的事态 如果你能领会 自然会有极重要的任务 交给你 不过现在 你最重要的事情 是学好唐俭的本事 日后 你会有大展身手的机会 有一个好的职位 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来担当 先生叫我来 就是说这些 云叶笑着点点头 对他说 这个世界 最珍贵的不是金云财宝 而是人 我这么认为 书院也这么认为 陛下也会这么认为 每出现一个可造之才 他就必须接受相应的考验 你做好准备 因为他是痛苦的 有时候 还会有性命之忧啊 喝了一口茶 又说 你从三巴掌这件事里 能听出悬外之音 我为你感到自豪 小子 受着吧 你会有无数的麻烦 接踵而至 但愿 你能挺得住 家母 才从奴籍得托 经不起风波 但是 小子自己 您就别把我当成人 我自幼 就在困苦中颠沛流离 曾经差点被羹牛顶死 也差点在风雪中冻死 能活到现在 已是上天垂帘 小子之所以能活下来 就是因为 没把自己当成人 先生 您就不该告诉我 让我在恐惧中爆发 岂不是更好吗 你听说 书院何时把自己的意志 强加给过任何人呢 路是自己选的 不要后悔 去吧 你既然已经答应 那么就受着吧 我们不会帮你 也不会额外的添加难度 经受得住 你会获得推荐 经受不住 书院 再也不会管你 任由你自生自命 目送取着离开 云野大笑起来 喃喃自语的说 小子 老师 只能帮你到这了 事情的起因很平常 普通的就像是 我们每天都要吃饭一样 这小子在此次出始中 几乎占尽了便宜 红卢寺的官员 对他早就耿耿于怀了 尤其是唐俭的小儿子 唐善智 也对自己的父亲 把家传的学问 交给外人 心存不满 放出话了呀 要那个牧牛儿好看 云野不介意 给他一点帮助 但是更希望 他能够熬过这场风波 不管从礼法 还是到地位 他都不是那些人的对手 只有给他错觉 认为这是一场考试 或者呢 他会挺过来 世上就没有 不劳而获的事情 如果连这些事情 都处理的不好 还能指望 指望他别的吗 需要帮助的不止 取着一个人 透过花枝 一个高大的轻衣男子 捧着一卷书 在郁郁独行 别的学生 快步的从他身边穿过 看都不看他一眼 把他当成了空气 如果不是因为知道 他后来是如何的飞黄腾达 云野就打算 让他在书院里 教一辈子书算了 在和一大群 纷繃的交锋中 失败的一塌糊涂 土地兼并问题 似乎成了一道 不可解开的难题 每个人都认为 大唐有属之不尽的土地 足够让所有的人 都得到自己的一份 最多呢 就是远近不同罢了 马周不这么认为 他认为世家豪门 享受无上荣耀之时 就应该多承担一些责任 比如远处的土地 更应该分给贵族 而不是平民 作为弱小的一方 平民更应该受到照顾 这些天云夜在冷眼旁观 眼看着马周遭受口诛笔伐 也不上前帮他一把 现在呢 这个穷困的学生 似乎已经陷入了困境 他自己的团队 被那些该死的顽固们 分化拉拢 诱惑之后 如同大难来临前的麻雀 乌泱泱的一红而散 那些顽固们 没有用强硬的手段 只是利用了自己的优势 把这些学生的后顾之忧解决了而已 这在书院是合理的 每个人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是合理的 以示压人 不是不可以 只要不威胁 恐吓就可以了 贫家子 贫家子想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呢 就需要另辟其境 靠别人的施舍 不是长久之计 国际哥都说 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 高僧也说过 拜佛就是拜自己 对于这些推卸责任的话 云烟碍死他们了 智慧的力量是无限的 马舟明显还没有发现对方的破绽 看到云烟过来 就想请云烟为贫民们说一句公道话 在他看来 先生是如此的大公无私 自己一定会获得支持 只是他忘记了 先生也是纹固 还是最大的一个 云浩 您是书院的先生 难道您眼看着大唐 一步步的走向深渊 也不拉一把吗 一开口就是大义 或许他以为先生和他一样 是一个慷慨极昂 眼睛揉不得沙子的人 虽然求错了对象 但是现在懂得向他人求助 这是一个好开端 马舟 你求错对象了 按你的理论呢 我也是受益的一方 你在援母求鱼 向既得利益者请求帮助 与要求老虎把吃人的狼杀死一样无礼 狼吃人 老虎就不吃人了吗 拍拍马舟的后辈 云烨扬长而去 丝毫不理会 如丧考笔的马舟 他自己啊 不想出办法 没人能够帮得了他 不过云烨对他有信心 千古名尘 不会只有这两下子 书院门口的小店 依旧热闹 这里是唯一一处可以让学生们放纵的场合 不管他们如何的吵闹 黄鼠都笑眯眯的 趴在油光发亮的柜台后面 吵着他们笑闹 这时候 他一般在柜台上放一碗小酒 就着几颗在炉子上 微熟的黄豆 喝着自己每日里的那一小碗酒 他喜欢这种日子 老婆说呀 每天只能喝二两 他就喝二两 绝不会多喝一两 也不会少喝一两 今天的黄豆 喂得极干 浇在嘴里嘎巴脆呀 一个清秀的小姑娘 趴在他旁边 给他把散乱的黄豆拢在一起 只是为了要自己的爹爹 拿起来顺手一些 云烨毫不客气的 把黄豆全抓了过来 一颗一颗的扔嘴里嚼 他不喝酒 就是喜欢抢黄薯的豆子吃 有这毛病的 不是只有云烨一人 李太爷是这样 为这不知道啊 挨了多少小姑娘的白眼了 太熟了 一个刚刚开始抽调的笨大孩子 还不知道和王爷和侯爷都代表着什么呢 只知道这两个是恶人 都喜欢变着法的欺负自己的爹爹 黄薯啊 你这几天闲的可以啊 数月每月给你两贯钱 不是你闲暇时间给自己家看店的 庄子上现在好多人家都在挖轿 你就不去盯着看看呢 万一是挖塌了 死了人 看你怎么办 你老脸往哪搁呀 侯爷 现在咱庄子上的人家都疯了 家家都在挖轿啊 有几户人家 这挖轿挖的 足以把全家都埋进去 就这还不满意呢 用木头顶了继续往山里挖 还不是脸偶和土豆闹的呀 家家户户 去年挣了钱 今年呢 就想着多村贤连菜 全指望着开春多换些钱呢 破连菜也敢要两文钱一斤 这庄子上全是大大小小的轿啊 有几户还挖通了 再这么下去啊 庄户就被挖空了 到时候有个水灾 塌下去那麻烦就大了 我才骂了几户人家 贪财贪的 连命都不要了 李靖在研究草原地形 李记在前方调兵潜将 杜如悔在准备粮草器械 李成前做好了随军出征的准备 李二在准备大规模的 从民间抽调辅兵的招令 房玄陵忙着准备随军的文官 就连长孙都开始吃素 为将士们祈福 大唐这架战争机器已经开始运转 上上下下的一片忙碌 只有云夜悠闲得厉害 兵部的两次行文都被他以病体未遇的借口啊 唐栽过去相比战争 他更加喜欢和黄鼠聊天 你一天躲家里不出去 围着老婆转 你还有没有点啊 男人的样子了 侯爷 小的以前独来独往 经历过凶险无数 现在就想守在婆娘和娃跟前 这日子啊是无趣了些 小的没出去 就是喜欢现在这种无趣 婆娘肚子大了 现在还出不去 黄鼠的理想就是这样 做个小老板 平平淡淡的过日子 五大狼玩野猫子 这什么人玩什么鸟 都是天注定的 只是他没想过自己和黄鼠就没有一点差别 前面说黄鼠的话 还是老成训斥云夜自己的话呢 旺财拖着马车把云夜往家里拖 人和马都不愿意回家 用最慢的速度往家里赶 路边枯槽里有动静 就跳下马车用棍子抽打一下 看能不能惊出一只兔子来 看到树梢上落下休息的一大群麻雀 就扔一块石头把他们都惊起来 家里的大兔婆现在肚子已经很大了 再有一个月就要生产 怀了孕脾气变得一塌糊涂 各种小性子耍的是无法无天 最喜欢让那日木伺候了 哪怕他笨手笨脚的服饰不好 也要让那日木陪在自己身边 原来想着那日木会很委屈 谁知道那日木自己也喜欢往星月跟前凑 被指使的是滴溜溜的转 也是无怨无悔 一整天就张着嘴露出白牙傻笑 为这事 云叶已经说了星月好几回了 可惜还是屡教不改 那日木泡的茶就不能喝 他会往死里放茶叶呀 那么些个丫鬟 你就逮他一个人使唤呢 才回家 正在给旺财解缰绳 星月就迎了上来 把一起迎过来的那日木推回去 让他去准备茶水 自己很殷勤的拿刷子 给云叶刷身上的尘土 那日木在家里待不了多久了 您是男人家不懂 咱这个家呀 对他来说还是很陌生的 只有多干活 多忙碌一些 心里想着怎么和我折腾 这样才不会感到寂寞 才会对这个家有念想 你以为我喜欢他给我洗脚啊 洗一回我的脚得疼了两天 就是让这个傻女人心里畅快一下嘛 星月只要说起这些 就一副蜘蛛在窝的淡定模样 远比李大将军呢 谈军事方略 要有把握的多 两个变态 一个喜欢欺负人 一个喜欢被人欺负 我是没话说 弄不懂你们这些婆娘的事情 您要是说军国大事啊 切身一窍不同 那是您该管的 女人插个进去 那就是不懂事 您没见娘娘都不掺和曹政吗 您的地图啊 切身也看不明白 上边都是点兵潜将的大事 您就胡乱的摆在桌子上 要是被探子看了去 还不知道会死多少将士呢 这是钥匙 全给您收起来了 让江叔他们多盯着点 前面还看见时事和小五围在您标了小旗子的地图上瞎看呢 这可不成啊 至于家里的事情 您就少管些 那日木不会被我欺负 他有换娘帮的出主意 一来顺受的 别以为切身看不出来 就是装可怜 讨您的心疼 您以前可是从来不说我的 现在才几天呢 您就说了我四五回了 别看那丫头傻兮兮的 心里头啊 明白着呢 您可是小瞧了自己的小妾呀 拿过星月手里的刷子 顺便呢 给旺财也刷刷 冬天里的旺财 毛色亮丽 闪着油光 现在的皮毛颜色 终于纯正了下来 枣红色 长脸上啊 有一块白斑 还在眉心的位置 四个蹄子根上啊 也是白的 这如果是黑马呀 那就是有名的乌云踏雪了 李淳风他就是一个找骂的 还敢说旺财有泪潮 说是个扫把星 需要赶快啊 把这匹马给处理掉 我处理你妹呀 你说把我处理掉都行 我他娘的才是真正的扫把星 这名头在长安是出了名的 处理旺财 这纯粹是早死 谁家的马 有旺财招人疼啊 我家一向 把他当招财猫来供着的 没心的白斑是内槽 那是宝马的标志 当时就把瘦弱的李淳风 按在马槽上揍了一顿 直到他改口说是一匹宝马 才放过他 和旺财相比 李淳风屁都不是 在云叶看来 一个骗吃骗喝的道士 一整天忽悠这个忽悠那个 据说呢 可以看到后五百年的事情 不是云叶看不起这对 在大唐辈当作神仙一样的师徒 你他娘的最多是看五百年 老子对以后一千五百年的事情 门清 小五在他面前逛了八十回了 就说了一句骨骼清奇 将来一定是个美人披子 至于他自己那句著名的 关于五妹娘的预言 从没听他说起过 看来又是那些该死的马屁历史记录者 加上去的 只要云叶坐在炕上 那日木就一定会趴在云叶身上 软软的身体 挤挤挨挨的两个人都很享受 清月也很想爬上来 可是大肚子 他妨碍的享受这一刻 夫妻之间难得的温馨时刻 云叶回家总是最晚 这时候他们呢 已经吃过晚饭了 小炕桌上摆上三道菜 一碗面条就是云叶的晚饭了 对吃的就现代而言 最多算得上是中等 一只鸡 一碟子青菜 几片羊肉 再加上一点腌菜 那就是全部内容了 有时候啊 云叶都在想 人生在世 不过吃穿二字 人们的生活 一般情况下 就是围绕着这两个字在进行的 至于功名利禄 那都是吃饱了 没事干 才捣鼓出来的怪东西 是末节 提不到台面 至于女人呢 那就更奇怪了 两性之间 不过就是一种种 种族严肃的本能罢了 所有的物种 都想把自己的基因 传播的更多 所以狮子 才会一次又一次的挑战狮王 就为了霸占更多的母狮子 好延续自己的后代 这和李二的行为是何等的相似 只不过人家狮子 把自己霸占的母狮子 每一个都不放过 李二的这种能力 还有待提高啊 免得皇宫里啊 总有五六十岁的处女出现 前些天 还送到庄子上七八个呢